有缘人,你终于来了,以下内容是一位觉悟者的修行感悟,仅供参考,人最缺的不是生存的能力,而是生活的智慧,我们都颠倒地认为,只要有了生存的能力,生活就会幸福快乐,现在不缺吃不缺穿,有一技之长的人一抓一打吧,他们幸福吗?快乐吗? 在我看,未必,恰恰是具备生活智慧的人,生存能力才不会差,人生才会幸福快乐自由,南淮锦先生曾经说过,21世纪最大的疾病,是心理疾病,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,越来越年轻的就患上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疾病,甚至是青少年心理问题,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, 因为我们总是在教孩子生存技能,逼着孩子学习生存技能,却忽视了生活的智慧传递,因为我们作为父母,本身就缺爱和智慧,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焦虑的,恐慌的,迷茫的,我们总觉得,有钱了就幸福了,娶个好老婆,嫁个好男人,婚姻就圆满了, 事业有成,走上巅峰,人生就是成功的,然而这些都只是妄念,没有智慧,何来有钱,哪怕有了,无得无智,财富就是黑暗反噬,倘若自己不优秀,好老婆,好丈夫,都是别人家的,没有智慧的承载力和化解力, 谈何事业有成,走上巅峰呢,人生的成功,不过是别人口中的成功,自己心里有多苦,只能哑巴吃黄脸,我们生而为人,大部分人追求的不过就四个字,离苦得乐,可是我们嘴上喊着,心里念着,离苦得乐,却在身心上常年饱受折磨,烦恼,焦虑,压抑, 攀比,嫉妒,嗔恨,遗憾,忍耐,煎熬,颠倒众生相,莫过于此,我们颠倒地认为,有了某物,有了某人,就会离苦得乐,所以,完命地提升生存能力,掠夺资源,把别人比下去,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,结果在追求的过程中,痛苦着煎熬着,得到之后,发现内心的窟窿更大了,于是抛弃某物, 离开某人,继续痛苦煎熬地追求下一个,来满足内心欲望的沟壑,在得失之间,无聊痛苦间,左右摇摆,我们真正缺的是生活的智慧,这个智慧可以创造一切,化解一切,也能承载一切, 我们缺的不是生存技能,带来的更好的生活,而是生活智慧带来的正确的活法,社会规定了成功的一些标准,我们就卷起来,去争那个成功,大众被集体种植一些观念,我们就无意识地强迫自己,成为那样的人, 自我攀缘外境产生一堆欲望,我们就被控制,逼迫自己去满足那个欲望,于是,我们迷茫了,烦恼了,痛苦了,绝望了,人间苦楚,都要安个经历一番, 但,越是艰难处,越是修心事,希望更多人都能在滚滚红尘,修出一颗强大智慧心,长出心生万法的生活智慧,从容应对人生的浮浮沉沉